接下来再看 围处五逆 毁谤正法 把这两句画起来 三十五页第九行 这两句画起来 画五个星星 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 他也做到了临终十念 可是他平常造五逆罪 毁谤正法 所以极乐世界没有现前 什么叫五逆罪 大家知道吗 杀父亲 杀母亲 杀佛 杀阿罗汉 破合合身 出佛生血 对不对 我想现在杀佛 你不太容易 因为佛已经灭度了 但是不可以破坏佛像 杀阿罗汉也不太容易 为什么 阿罗汉除非你毒死他 以前在印度的时候 有些人在脱波里面 饭里面是放毒的 有时候在印度教里面 有些是坏人 在供灾的时候 在饭里面供毒的 这样也是不好 阿罗汉有神通 你要毒他 他已经走了 对不对 破合合身 在家居士 很不容易 小心 你很容易犯破合合身 什么叫破合身呢 就是当你护持一个道场 做了主席或干部以后呢 刚开始对师傅很恭敬 最后越讲话越大声 拍桌子 最后骂出家众 你得听我的 那你僧团就分裂了 这叫破合合身 这一点我只能点到为止 因为新加坡很多团体 都是由在家居士 护持的 很好 不过你不管你怎么样 希望你要谨言慎行 你可以给师傅建议 但是呢 他毕竟是申保 你不需要破口大妈骂他 否则你容易造破合合身的重罪 尤其是起恶心 故意制造是非 在committee member里面分党派 那一样也是破合合身 这样你也去不了极乐世界 所以你知道吗 你真的要很小心的 另外一个杀父亲 杀母亲 以前比较少 现在越来越多了 现在连老师都可以杀 对了 我不知道以后法师奖金讲不好 会不会在门口被人家打 哈哈哈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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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那要是打的话 我先绕跑 我想我很用心啦 应该 虽然讲得不太好 但是起码应该还不会有人要打我才对 所以 杀父亲 杀母亲是不好的 为什么呢 父母的恩德 懂得懂得懂同于佛的恩德 现在的社会不一样 可是我讲这个经的时候 为我介绍这一点的 为西方人的时候 我碰到一些不良青少年的时候 他会跟我辩 师父 我的爸爸妈妈 性侵害 虐待我们 我真的很痛苦 为什么要将我相信 孝顺我的父母呢 那时候我会很难过 我说爸爸妈妈养你真的很苦 可是现在他这样欺负你是有你的业 可是你十业怀胎的时候 妈妈还是捧着很辛苦的肚子把你养下来啦 你也是要想爸爸妈妈的优点 古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我不认为 父母也有错 错了也应该道歉 不要绷着脸 可是我们面对一些 听好 我们既然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有时候我们看到众生是真的很可怜 假如你虽然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 请问 假如你度的众生 帮助的众生 他就是恨他的爸爸妈妈 你怎么办呢 你要劝他 放下 你要想爸爸妈妈也有优点 爸爸妈妈也不是完整的 我举一个我真实的例子给你听 今天讲得太发喜 我以前在光复国小教书 我当老师的时候约法三章 第一条绝对不可以欺骗老师跟任何同学 你欺骗我的话 就会欺骗自己将来欠别人 所以不可以说谎 做错了可以道歉 没关系 你跟老师说 我跟大家道歉 我一定会帮你 所以我要求我的学生不可以说谎 结果班上有个学生 他非常非常慈悲 他功课不太好 都是全班里面吊车尾的 可是他的人缘很好 小朋友跌倒的时候 他会背他去送医护士 然后赶快来通知我 然后厕所很肮脏的时候 他别人都不喜欢倒垃圾 他自己会倒垃圾 所以他在我们班上被叫做快乐菩萨 快乐菩萨 我给他这个名字 他功课真的很差 很不幸的是 他爸爸是个酒鬼 也是个毒鬼 有几天我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看到他 因为我们中午吃饭是小朋友的便当 我们叫一桌一桌吃 那我会 我是那时候已经吃素了 我小学老师 我叫素的便当来 我就看着吃 我带他们来 我还放音乐给他们听 就像西方极乐世界 微风吹动七宝杭树 大家很开心吃 就我突然发现 那个小朋友没饭吃 不见了 跑出去画面花园 然后呢 然后我就问他 问同学 你的那个同学怎么不见了 他说 老师 他没有便当吃 那我就跑去了 跑去了以后呢 我就叫他来 怎么办 他就哭了 因为爸爸妈 昨天又赌钱了 然后又把酒鬼 结果呢 也没给他饭钱 哎呀 那时候呢 我自己也流眼泪 苍生苦尽 哪时休啊 我就想说 那这样好了 老师骑摩托车 带你去吃饭 他就很高兴 耶 就跟着我去 而我连续呢 就带他去了两三天 可是我觉得 这个也不是办法 我虽然打电话 劝他爸爸 他爸爸也不听我 应付我 就把电话挂了 后来我就 因为我们当时 念书的时候 是小朋友六个人 分一组 我一个叫做小爸爸 一个叫小妈妈 一个叫小老师 一个其他叫小baby 像家人一样 因为我叫小三的小朋友 那他们就很温馨 小老师呢 就是功课比较好 教他们 我希望他们就和和 像一家人 结果这个小朋友呢 连发烧了 他还要来学校上课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大家关心他 有一次 一大早 我现在讲到故事的重点 一大早做枣子洗油的时候 我来的时候呢 他看到我 就放声大哭 抱着我 老师 他就哭了 我说你又怎么了 他说 我说 我说真话也错了吗 他说昨天爸爸打我 我说讲给我听 故事是这样 昨天呢 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还是很孝顺他爸爸 就爸爸呢 因为喝了酒 然后赌了钱 欠人家很多钱嘛 对不对 然后就回到家 才回到家那个呢 他的朋友就要在 就打了电话来 然后他接了电话 然后他爸爸呢 就跟他说 王叔叔 我告诉你 我爸爸说 要我跟你讲 他不在 就放下电话 一巴掌 打下去 他哭了一个晚上 没睡觉 然后他问我 老师 我说谎也错了吗 那时候我也哭了 所以那时候我发愿 我不但要度小朋友 我要度大朋友 我要度三千 四千世界的 所有的人都学佛 为什么 我这么辛苦 教这个孩子 用生命的 对不对 一直到现在 那个小朋友 还跟我联络 25年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知道 所以我们叫他 不要说谎 可是大人的世界 常常是 价值观是混淆的 当我们生起 称心的时候 我们是呢 放弃自己的孩子 也欺负自己的孩子 所以 佛菩萨要度众生 很难的 所以这样的众生 你怎么样告诉他 要孝顺爸爸妈妈呢 英文讲 nearly impossible 我也劝他 爸爸辛苦 工作 因为他父母也 吵架 divorce分开了 对不对 我说 爸爸妈妈 已经分开了 他们很辛苦 你不太了解 大人的世界 你要感谢 对不对 不要惹爸爸生气 将来你长大了 你会了解 爸爸妈妈的苦心 后来他的确 心很好 功课不好 但是呢 他是一个 震震荡荡的人 到现在都还跟我联络 全世界呢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想到 还有一个出家的师父 曾经是他的老师 对 所以我告诉你 唯出忤逆 诽谤正法 现在的世界是 恨爸爸妈妈的人 越来越多 希望所有的佛弟子 真正的菩萨道 不单单只有你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而已 看到你周到人 要有智慧 尽心尽力 关心他 所以我曾经想过 这个世界里面呢 所有的众生 为什么都会恨人呢 因为他从小 因为他的恶业 投胎的时候 遇到了不好的家庭 遇到人欺负他 伤害他的自尊心 甚至性骚扰 性侵犯 结果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恨更多的人 所以他一个人的称心 就像兵拉登一样 可以毁掉全世界 假如他的恶业来着人间 我们能够有佛教育幼院 佛教孤儿院 现在不叫孤儿院 我们叫育幼院 免得伤他们的自尊心 佛教育幼院 佛教的佛学班团体 有很多的怜友关心他 起码让他知道 世界上呢 虽然有很多坏人 但是佛教徒 对你是很好的 我相信他的心会改变 所以我们度一个人 胜照恒河沙的宝塔 了解吗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愿望 对不起说的太多了 赶快讲完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愿望 想要建佛教育幼院 我想我今生的福报不够 没关系 来生成愿再来的时候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我都会建佛教育幼院 从小孩子里 真正给他教育 给他佛法 初步就家无所谓 但是让他来人间呢 学到感恩的心 不要恨别人的心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所以 看回经文 唯处忤逆 毁谤正法 不要杀父亲 杀母亲 杀阿罗汉 出佛生血 尤其特别在家去 是要小心 不要破合合生 假如你有意无意 或有心跟无心 犯了这五条的 其中的一条或两条 那要忏悔 忏悔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待会后面 还有一愿 毁过得身愿 你 还是可以往生的 那现在还有一个 毁谤正法 就是有两种人 可能毁谤正法 第一个 外教徒 外教徒因为不了解佛法 他跟佛法竞争 抢信徒 或是抢世间的明文利亚 或是人际关系 当然他会刻意毁谤 那这样也不好 佛在世的时候你看 对不对 释迦牟尼佛 也被阿射王子毁谤过 对不对 你看佛都已经成佛了 还有人要毁谤他 所以当人家毁谤我们的时候 你也不要太难过 你的功德还没有佛那么大 对不对 你就想 哎呀 无常的吗 随便他骂吗 对不对 你不要放在心里 第二个 学佛以后 若遇到了善知识 不是圆满的正知正见 或遇到恶友 不依经论而去学习 也容易毁谤正法 比方说中国的禅宗 毁谤净土宗 净土宗 毁谤禅宗 禅宗又瞧不提其他宗派 南传批评大乘非佛说 大乘批评金刚乘 不是佛教 这通通都是谤正法 所以佛教徒要很小心 你也很容易放正法 所以你若不清楚的话 最好不要批评 佛开无量无边的法门 你不懂 慢慢地学 你不懂 没有关系 比方说我前面讲 无量寿经 你不喜欢毁吉本 没有关系 你可以念康生凯的 还是可以往生 但是呢 你犯不着呢 要把所有无量寿经的毁吉本 烧掉或批评 或出海报去批评它 这才叫做护持正法 其实有时候你 智慧不够 你是在灭正法的 这点我只能点到为止 所以 毁谤正法的话 灵命中的恶业的时候 你怎么念阿弥陀佛 它都不会现前 那只有怎么办 继续投胎 那就看来生咯 好 请看下面 要看一下 三十五页 第二十五行 唐译本 有几句话 可以补充 五种原译本里面呢 我们有一条一条时间讲 有兴趣的联友可以自己去对读 也有英文本 请看三十五页第二十五行 唐朝 大宝基金 无量寿如来会 翻这一院 你看它怎么翻 这一院 注意听 十念必生院里面 看一下三十五页 五页第十行 请做一个一记号 汉译跟无译是没有的 所以的确有些愿文是不完全的 魏译 康僧凯的有 那现在我要讲的是唐译 请看三十五页第二十五行 十八愿 若我正得无上正觉时 所有一切诸佛的佛刹 所有一切的友情众生 闻到我阿弥陀佛的万德名号 所有的善根 心心回向 发愿要求生极乐世界 乃至最低念了十念 假如他不往生的话 就不取无上的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就不成佛 他又讲 微除造五无间恶业 毁谤正法 又加一个毁谤圣人 知道吗 他多了一条 所以现在 梭博世界有很多的人 都说 谁是某某人来的 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个智慧 不要去乱批评 也不要乱毁谤 心二 三十五页第二十九行 更新文明溥意愿分识里面 有心二 请看十九页文明发心愿 我做佛时 十方众生 闻我阿弥陀佛的万德名号 接下来有什么功德 请看幻灯片 发菩提心 我把它变成蓝色的 你常常念阿弥陀佛的人 你会发广大的菩提心 的确 这句阿弥陀佛 你不管人家怎么讲 你不念 我念 因为好处我可以得到 你相不相信 那是你的事 我念阿弥陀佛 接下来 常常念阿弥陀佛的人 就很有福报 修各种功德 修诸功德 而且他一定会很精进的行 六度波罗蜜 坚固不退 请把这四个字画起来 你真正念佛的人 你的道心是不会退的 遇到逆境也不退 顺境也不会退 因为阿弥陀佛光明无量 会加持你 复以善根发愿回向 愿生我国 翻过来 三十六页 二十愿 临终皆已愿 好 临终皆已愿 基本上跟十九愿呢 在汇集本 它的经文是连着 意思说 复以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 表示说 你每天晚上都要发愿 所以我在这讲座里面讲 每一天你都自己要发愿 我可以告诉你 每一天讲座完 再怎么玩 我回去冲个凉打坐完 我自己也念发愿文的 知道吗 你真的要每天发愿 愿就是一个目标 一个理想 常常提醒你自己 也对弥陀发愿 这样的话 你灵命中的时候 这个愿的力量 那个能量会非常的强 就会推动你 往生极乐净土 请看二十愿 临终皆隐愿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请把昼夜不断画起来 真正打佛期 是不可以睡觉的 很抱歉 昼夜不断 只能睡四个小时 因为人身体体力有限 真正要在一心念我的时候 就是一心一意 很专注地念 你想要见佛 昼夜不可以中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白天从早到晚 凡夫早上起来 然后工作 就算你没有工作退休 在家里念佛 中午吃完饭休息一下 打个躬又继续念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躺下去 古文说 睡觉是小死一番 你睡觉都被蚂蚁扛走了 怎么办 对呀 有些人睡觉的时候 呼呼大睡 床翻过来翻过去 冬结的要下来 请来说 我怎么在地板上 可见你睡觉的时候 是完全 很难自己做主的 所以在闭关里面 认为睡觉是最大的障碍 财色明石 可能你比较轻 可是真正在闭关里面 要减少睡眠 要精行 所以净土中 有波舟三昧 对 就是说 像这边有大殿 有四个柱子 它里面绑神床 一直绕绕 绕到半月 实在不行的时候 就拉着这绳子 想睡一下 有时候冬结掉下去 请来继续再念佛 古人是这样精进的 所以可见 睡眠是最大的障碍 那一般人 睡七八个小时 可是你若用功的话 你的心自自然然清静 那大概睡五六个小时 就可以 寺庙里面 大概也是 很早睡 早上很早就要起来 所以 要让我们的功夫不中断 老师说是要昼夜不断 你看阿弥陀佛的愿文里面 是叫你昼夜不断 那现在你没办法做 没关系 慢慢来 不要呢 有些人呢 一开始像广青老和尚 我要不导丹 结果呢 一天二十四小时 明天火气大 就躺在那里 七天 三天 送到医院去了 不是 不要这样 听好 睡眠是跟你的心有关 你用功的 用功真正的得力的时候 你妄念少的时候 你睡眠自然就会减少 慢慢来 不要急 接下来再看 临命中时 我阿弥陀佛 与所有的菩萨 一定会迎现其前 注意把我跟所有的菩萨 迎现其前 画起来 表示临命中的时候 不管你是哪个品位 西方三圣一定来接你 一个都不会少 不会阿弥陀佛跟我说 今天我累了 观音菩萨你下去啊 观音菩萨说 哎呀我度这么多了 太麻烦了 名气太大 大势智菩萨你下去吧 没有 三个都同时来 他像什么呢 影子一样 看这里 又在用镜子 对不起啊 有差一点 阿弥陀佛 西方三圣就这样镜子 你现在要往生了 他知道吗 他三个就现前了 你看 我的玫瑰一环拿来拿 镜子里面就有 玫瑰花的影子 清清楚楚 所以往生的时候 对不对 他不会接错时间的 西方三圣是同时来的 请看经文继续 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 一刹那之间 不用中过 经过中阴身 就往生极乐 将来一定会做 阿皮拔至 阿为悦至菩萨 就是华言经讲的 七地或八地 不动地菩萨 你可以写在旁边 叫阿皮拔至 不得誓愿 我就不成佛 这叫临终皆隐愿 好 请看下面的幻灯片 好 接下来我准备了 很多幻灯片 请专心听 然后我就要回答问题了 阿弥陀佛本身 在西方极乐世界 按照光无量寿佛经讲 阿弥陀佛是禅定印的 代表佛的心 无来也无去 只如如不动 像千江游水 千江月 阿弥陀佛西方三圣 像天上的月亮 那这是代表法身的功德 天上的月亮 初一到十五的月亮都一样 十五的月亮最圆 月亮有月光 对不对 代表暴身 假如你拿一个水盆 或是到圣陶沙 河流 或是湖旁边 只要有月影 它摇动的话 你月影就看不清楚 假如心静如止水的时候 月影立刻就可以看得到 我再讲一遍 阿弥陀佛西方三圣 像天上的月亮 这是法身的功德 他的大悲心接引众生 就像暴身 像月光一样 很祥和柔软 你有水 假如很宁静的话 你立刻就可以看到月影 所以天上只有一个月亮 对不对 但是不管是湖 河水 水桶 只要有水的地方 通通都有月影 所以一个可以变见 无量无边各 这样了解吗 所以事实上 你看这张图 对不对 阿弥陀佛是禅定印的 观音世智也是禅作的 做的大宝莲花台 这是他多生多节的功德 那阿弥陀佛的头顶 每一间白毫光 他会放光光中化佛无数亿 所以这是真正的廉耻海会 是这样的 当然在座 我知道新加坡政府组 空间比较小 你可能只能供一张 西方三圣的佛卡 或是一张阿弥陀佛 很好 没有关系 假如你要供西方极乐世界图 也很好 为什么呢 常常提醒自己 哎呀 轮回是假的 我将来这一生结束的时候 我有一个最大最大的愿望 就要去极乐世界 所以供极乐世界的 这经文辩文图 也有很大的功德 你要点香也可以 不要点也可以 最重要是呢 提醒你自己 常常要去这个世界 接下来再看 大乘的临终接引图 这是敦煌的壁画 你看 佛的长的样子就不一样 对不对 天女呢 也用各种音乐来赞叹你 然后这张图的右下角 是一个出家人 她是上品上身去的 然后呢 在卷属里面的右边 是观世音 左边是大世智 还有连时海会的菩萨 就来赞叹你 灵命中的时候呢 是一定会来接你的 所以你不要怀疑 接下来再看 还有大乘里面 在东南亚也常常早期 会流通这张连时海会图 你看从下面呢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莲花 对不对 再看下一张 这个是日本的国宝 现在在东南亚 在新加坡台湾 也有很多人硬帘流通 临终二十五位菩萨接引图 你看阿弥陀佛的每一间白毫 放光照着你 注意看 中间站的这个阿弥陀佛 是报生佛 所以这个出家人 是上辈往生的 也可能是上品上身 然后你看那个右上角 有很多小小一颗一颗的 那叫光中画佛 好 在这张图里面 有二十五位菩萨 都有二十五位菩萨的名字 那迎接这个出家人的第一个 拿金色大宝莲花台的是 观世音菩萨 第二个拿传方的 那个是大势至菩萨 然后你看后面呢 还有像东皇一样 有各种的演奏的乐器 那这里面有两个光头的 一个是阿难尊者 一个是地藏王菩萨 所以公开回答 地藏菩萨在哪里 十方都有 他也在极乐世界 所以以前洪一大师说 正住双修的话 你可以修地藏法门 念地藏经 然后呢 回向求生极方极乐世界 然后兼念地藏圣号之外 还要兼念阿弥陀佛 也就是简单的讲的是呢 你灵病中的时候 地藏菩萨从后面推 阿弥陀佛从上面拉 这样两个就去了 简单一点就是这样子 所以若你修地藏法门 要求生极乐净土的人很好 你要念地藏菩萨圣号 至少一千声 恩佛经里面介绍 念完以后你就念阿弥陀佛 这样子 你也可以求生极乐世界的 所以灵中监影 二十五位菩萨 也有地藏王菩萨 再看另外一张 日本的国宝 他把阿弥陀佛放中间 然后二十五位菩萨 画一圈两圈 非常的庄严 全部都是金色的 再看下一张 灵中监影图 阿弥陀佛来监影的时候 可能是站着的 也可能是坐着 看这张日本的国宝 全部呢 都是坐着的 阿弥陀佛本身是坐着 来接引你的 坐跟站的 有也有差别 我待会会解释 那这张里面的右下角 观音是拿金色的莲花台 他是跪着来接引你 左边大势志呢 他是合掌来赞叹你 那后面呢 全部都是坐着的 好 站的跟坐的有什么作用呢 有一个简单的差别 就是站的话 表示利益众生 利他为主 比如说我们拿东西给人家 太远的地方你拿不到 你要站起来 这样你才可以拿得到东西 所以西方三圣 灵命中监影 表示阿弥陀佛的大悲心 主动地救度你 所以我们西方三圣 都是站得多 坐的代表 佛的法身如如不动 你的自信弥陀 显现来接引你 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那也没有说哪个功夫好 不要这样去分 就是坐的代表 佛的法身如如不动 好 那现在的我要介绍一下 等一下 好 再看一下 灵命中时 这是大称接引的 这个江义子居士画的 阿弥陀佛 灵中接引图 好 这张非常的庄严 这在台湾以前流通很广 新加坡可能有些有看到 有些没有 再来看 不但画像也可以观想 雕像也可以观想 看日本的木雕的 灵中接引 那首印呢 不管阿弥陀佛接什么 有人说阿弥陀佛接这样 有人接这样 有人接这样 都可以 假如你要细分的话 东密里面也会说 灵命中时 阿弥陀佛的首印不一样的话 也可以代表自己往生的品位 当然这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不过基本上阿弥陀佛呢 大称里面都是这样 灵中接引 左边捧莲花 右手这样子接引你 或者他脸捧莲花 然后这样子放光说法 射受你 没有关系 好 那灵命中的时候 我刚才说西方三圣都同时来 所以有时候因为众生业的显现 有些人他业力比较重 善根福德比较薄 那功夫不够 所以他看不到阿弥陀佛 在《观无量寿佛经》就说 像火一样盖住了 他看不到阿弥陀佛 但是看到下一张 观世音菩萨来接他 所以看到观世音菩萨 你也会往生极乐净土 这个上次有放过敦煌壁画的 接引床方观世音 也可以来接引你 阿弥陀佛来接引你 请问灵中怎么接引你啊 是我心中的佛来接我呢 还是外面的阿弥陀佛来接我呢 我来调查一下 你觉得灵命中的时候 是外面真正会有个阿弥陀佛 亲自飞来 飞得非常快 来接引你的请举手 没有啊 那你们读阿弥陀佛48大院读假的 灵中接引院啊 再问一遍 你觉得灵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真的呢 会陷在你面前来接引你的 请举手 有些人怀疑 看一下 这边不是讲吗 灵中接引院 再问一遍 你觉得灵命中时 阿弥陀佛呢 真正会陷在你的面前 从十万亿佛国土 飞来非常的 不管一刹那之间 就陷在你面前 然后对你微笑 阿弥陀佛真的来接你的 请举手 好像票数增加了一点 好 手放下 你觉得呢 灵命中的时候 是我心中自己显现阿弥陀佛 是自己心中的阿弥陀佛 显现来接我的请举手 七七八八 第三个答案 你会觉得 这两个都同时显现来接我的 请举手 没有举手的请举脚 答案是第三个对 注意听 灵命中的时候是这样 你现在断气了 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的的确确在你的眼根或心眼 会看到前面真的是万丈光芒的阿弥陀佛 亲自来接你 那是代表阿弥陀佛的 灵中皆已愿 二十愿 请做个记号 阿弥陀佛的的确确发愿所有众生 对不对 灵寿忠实 我跟菩萨众 一定会到你的面前 所以老菩萨不要担心 还有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 这么远 我连MRT都找不太到 还找错 阿弥陀佛会找错我 不会 他会陷到你家面前 在你断气的地方 不管医院 或是在家 的的确确阿弥陀佛有神通理 这是他的大悲心显现的功德 他一定会陷到你面前 至于陷到你面前 你会看到 旁边人会不会看得到 不一定 有些人佛弟子 在爸爸妈妈 或是亲属往生的时候 有些人会看到 那是他的缘成熟了 有些会看不到 不过看得到看不到 阿弥陀佛一定到你的面前 这叫佛力 佛的功德力 他一定会陷在你面前 大小无所谓 就看你怎么观想 第二个 法的力量 就是你的正念分明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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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佛号永远不要中断 这是法的力量 第三个是什么呢 你心中的的确确也有阿弥陀佛 你的心中呢 阿弥陀佛 心开见佛 所以你心中的自信弥陀 也显现了 跟外面的阿弥陀佛 跟外面的阿弥陀佛 这样结合起来了 你就往生了 就像电波两道光接在一起 它就通了 所以往生的时候 两个都真实的发生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你在灵命中的时候 当你祝念要往生的时候 你真的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大殿 各位看到的是木板 对不对 那时候所有物质的原子 或是微子或粒子 全部会重新排列组合 你看到的就是 黄金为地 玉天曼陀罗花 大宝莲花 七宝池 八宫得水 就在你的面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极乐净土 从世俗地来讲 从西方 太阳西下的地方 过十万亿佛国土 可是从圣意地的角度来讲 极乐世界就在哪里 的确是在你的心里 就在你的现前当下 可是当我们讲 现前当下的时候 我们没有功夫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还是木板 了解吗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 那个功夫 你精神的夜还没有静 当你夜静的时候 在禅定的时候 有时候功夫好的 会在禅定当中 它静坐的时候 别人觉得这是木板的大殿 但它就是坐在 极乐世界的大宝莲花里 所以为什么要教你 观莲花观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的确是由你心显现的 所以灵命中的时候 当你看到阿弥陀佛的时候 它会非常的祥和 就像那样 触光安乐愿 它会放光 一定会加持你 然后会告诉你 善男子善女人 对 你精进修行 欢迎来极乐世界 这时候你看到 非常的欢喜 也不会恐惧 就像脱冬天的衣服一样 脱一件 动个念头 你的神室就进了连台 然后一刹那之间 就到了极乐净土 就恭喜你 永托轮回了 好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要回答问题好了 从明天 请看三十七页 最后一网 星四 明天从二十一愿开始讲 会过得深愿 也就是说 假如你不小心 有意无意呢 造了忤逆重罪 那只要你忏悔 知错 也是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 回过得深愿里面 我也准备了很多 你从来没有看过的壁画 是我在台湾 日本的净土真宗里面 画的壁画 是按照观无量 说佛经画的 所以明天会讲 回过得深愿 那现在呢 我要回答问题 Q&A 请看幻灯片 太多问题了吧 太多问题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表示大家很用心 听得很欢喜 热烈回应 但是再说一下 我很用心 也很慎重你的问题 但是有些问题 我会觉得比较私人 所以师父会依你的电话 或email 然后最好你也留你的姓名 跟电话 这是礼貌 万一时间呢 无法回答的话 我会亲自打电话 告诉你 阿弥陀佛跟你通话啦 第一个问题 师父 我可不可以请求你 把西方 莲池大师的西方发愿文 翻成英文 让我来发愿 好 我发愿 不过呢 不容易翻 因为呢 这个愿文是很好 但是当它翻成英文的时候 因为跟西方的文化里面不一样 比方说无声法人 或阿皮八字 这就很难翻成英文 因为西方里面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那它可能会用到一些范文 所以我这次呢 还有一点事 所以我要到四月底才回到台湾 所以希望你大慈大悲 为命众生 现在做法师也很可怜 所以不要要求太多 你给我一个月 我五月底会依我的email送给你 然后啊 所翻的英文我会上网 大家可以在商业经社网站download 好不好 这个我满你的愿望 谢谢你的启请 师父 我的母亲是一贯道信徒 如果有一天 她老人家往生了 弟子是否可以用佛教的仪式来 处理她的后世 可以吗 答案可以 但是你要在她生前 经得她的同意 我再讲一遍 可以 但是你要在她生前 经过她的同意 我不知道你问的问题 这位脸友 许居士你今天没有出席 因为大家都工作很辛苦 有些问题是前几天的 不过呢 我还是回答 因为录影到时候你会听得到 最重要是什么 往生的时候 古来呢 中国人是要用土葬 在印度呢 佛顺着印度当时的文化 所以佛主张火化 那现在呢 大家也都可以接受火化 各位有听过吗 台湾现在有提醒叫树葬 有没有 就是你烧完的骨灰以后 放在这个花园的树里面 让它回归大自然 有人说要洒到海里面 这个看起来有点罗曼提克 不过不太好 尤其在新加坡对周遭海域呢 管得很严 台湾呢 做事要在海域呢 洒在海边也是要特别深情 为什么 你觉得洒在海边 非常的浪漫 回归大自然 下面的鱼啊 都是闻你的骨灰味啊 所以你要想到其他的众生 所以我的答案是 你可以用佛教仪式来处理它 但是你要经过妈妈的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还是会执着 假如妈妈的目的是要土葬 结果你帮它火化的话 那你晚上可能会做噩梦 妈妈来外面 咬死人了 你把我烧到这样 我的骨头都给你烧掉了 我的骨头都被你烧光了 这样他会称心恨你的 虽然身体是空性的 可是你要尊重妈妈的意愿 慢慢跟他谈 说火化比较好 现在要买土地呢 也是不方便 而且这么多年 还要帮你捡老骨头 那多麻烦呢 要经得他同意 所以下面一个问题 师父什么叫做火烧功德灵 好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讲火烧功德灵是指称心 比如说我们现在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结果你发起脾气来的时候 佛号已经忘掉了 结果呢 你全部都是发脾气 伤害了自己 伤害别人 就像比喻什么呢 就像在森林里面 你本来修了很多的功德 布施 持戒 很多很多功德 那现在森林里突然有个人 丢了烟地的火 点了一下 哇 全部变成森林大火 它是一个辟语 那你现在有个问题说 哎呀 师父 一念称心起火烧功德灵 那我称心那么多 我功德不都通通烧光了吗 也不是这样理解 注意听 火烧功德灵的辟语是说 当在念头生起 你无法降服你的称心的时候 你的功德会被减少 或是说冷冻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在新加坡 你们提前用是不是MRT 新币有拿Cash 对不对 是不是 你们确不确定 你们确不确定 你住在新加坡啊 各位这样一脸茫然的看着我 确定啊 新加坡是不是ATM啊 拿钱 对不对 对不起 我刚刚讲MRT Oh sorry It's my fault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台湾呢 这个ATM很多都在MRT旁边 对不起 那我讲得太发喜了 小熊和你说没有关系 我的重点是说 假如你现在提前 比如说我在ATM要拿钱 对不对 结果你要知道密码还要有卡嘛 要有这两个条件 万一你卡掉了 你就没办法 第二 若是你帮家人领钱 你不知道密码 你还是拿不到钱 同样的意思是说 那请问你的钱还有没有在银行里啊 有 一念称兴起的意思说 火烧功德里把你的卡给烧掉了 所以你没有卡 暂时在那一刹那称兴起的时候 你的功德是被冻结跟冷冻的 事实上你的功德还是在的 但是不能常常发脾气 换了一张卡又再换一张 换三张 那银行就不发钱给你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屁欲 所以可见呢 调伏你的称心很重要 下面一个问题 师父没有受菩萨戒可以搭慢衣吗 慢衣有好几种 一种是五戒的慢衣 一个是菩萨戒的慢衣 不一样的 你没有受菩萨戒 那就穿海青吧 对不对 有些老菩萨也不知道菩萨戒 就觉得诵经的时候 我就在占第一排 然后要不要受菩萨戒 好 我去受 什么叫菩萨 我就是傻菩萨吗 我怎么知道什么叫菩萨戒 不是这样的 搭慢衣是代表自己的一个恭敬心 所以你没有受菩萨戒 五戒有五戒的慢衣 菩萨戒有菩萨戒的慢衣 你穿海青也可以 师父最近有一位南大的学生自杀了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当我和一些群佛友的学院的学生知道了 我感到非常难过 虽然并不认识这位学生 不过大家都是学生 所以都很同情这位学生 你很有慈悲心 很好 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认识他 有些人却有点害怕 听说很多关于回向的故事 你会很倒霉的 回向不会发生什么事 你以慈悲心帮助他 他会感谢你的 师父请问往生以后 骨灰洒在大海里 可否我会往生 往生不是关系说 你洒在哪里啊 往生的时候是你的念头去的 洒在大海里可以 不过我刚才说过 新加坡的大海是要通过 生情的 而且你要考虑到 海里族群的众生 所以 往不往生 不是跟你讲骨灰放哪里 这两个没有关系 那往生以后 其实骨灰撒哪里都可以吧 第二个 如果执着的话 在大海中 能够做水鬼吗 不会 水鬼不是这样来的 水鬼是 就叫水鬼 那是因为你 水 水鬼 这位脸友很可爱 大家因为你的问题 而得到了很多 笑声 很好 水鬼是因为你造了恶业 又执着于水 所以你现在 这个水的世界叫水鬼 所以关键的执着是什么 执着你自己的贪嗔痴 第三个问题 是否可以拿 名字和生成八字的 四旗 放在佛像里面 因为师兄说 放在佛菩萨的佛像里 会得到加持 答案不可以 佛像 在中国佛教 或是南传佛教 佛像是空的 西藏佛教里面 他要装葬 装葬的话 是放咒语 还有香 还有各种珍宝供词 那不可以把凡夫的名字 跟日期放在这里 不太恭敬 不太好 因为佛像是放在佛堂拜 那假如你把它放在里 大家拜的话 你会短受 这是真的 你无福销售 每个人顶礼你 不可以 所以注意听 虽然他的问题 问得有一点特别 但是你注意看 我奖金前面 有个放佛像 这是我们在 受奖金的一个规矩 就是当你们问讯的时候 你是拜佛 不是拜我 知道吗 师父 曾经听说 师父说 把家里的孩子或先生 假如他不乖 把他的名字 和出生年月日 放在佛像下面拜 是否是如法呢 这个不是佛法 先生不乖 好好教啊 对不对 孩子不乖 对不起 讲错 孩子不乖 好好教 对不起 他的问题 也让我变阿哒阿哒了 孩子不乖 好好教 先生不乖 好好沟通 你把他的名字 放在佛不下拜 其实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嘛 他不符合因果 师父 什么是叫成愿再来 如果说成佛度众生 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形式 来度众生呢 是以比丘或阿弥陀佛 形象的形象来度众生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我前提前比喻说 我先用比喻 再回答你的问题 你在新加坡 可以读新加坡国立大学 但是假如你讲 有更好的能力条件 你可以到美国读哈佛大学 或到英国读剑桥大学 都是全世界最好的学校 读完以后 你可以再回来 帮助新加坡的人 因为这边的爸爸妈妈 都支助你 而且这个国家栽培你 同样的 当我们从娑婆世界 修行到西方极乐世界 当然我们很感谢 阿弥陀佛跟连指海 为佛菩萨 但当你真的有神通的时候 看见到你过去 现在的家属或亲房好友 都在六道轮回 受苦的时候 你会生大悲心 会千百亿化身 回来度你的爸爸妈妈 所以成愿再来 不止一个身体 是很多很多的身体 跟普门品一样 因以合身得度者 即献合身而未说法 所以你要献比丘身 也可以 你要献再加相 那你会不会献阿弥陀佛像 来度他呢 答案不会 因为你 功德等同于阿弥陀佛 佛性等于阿弥陀佛 但是你没有资格 献阿弥陀佛的像 知道吗 因为你不是法杖比丘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你可以献热重身 但你不可能献阿弥陀佛来度你 度他 为什么 阿弥陀佛比你厉害啊 他修的功德比你大嘛 第二个 师父 我的父亲跟姐姐去世了 很抱歉 我最近 常常听到很多 很悲伤的故事 但是师父也会帮你回向 我都会以佛教的佛事来办 我们每年的清明节 中元节 都为他们超度血白味 超度超度又超度 已经做了十多年啊 若他们都去了西方极乐世界 还要我们这样做下去吗 那怎么样才知道 他们往生极乐世界呢 他们可以得到功德吗 假如我不做的话 我的心会不安的 谢谢这位陈居士 表示你很慈悲 也很孝顺 我先解释 做功德是这样 当一个人断气的时候 他在死亡的四十九天之内 他的业力啊 像大海一样波浪 他会觉得一生又一死 一死又生 所以他那时候很痛苦 尤其是每隔七天 他的变化最大 这就是以地藏经 还有民间的习俗 为什么要做七 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后 他一定投胎了 他可能来生 投为做人 或生到天上 假如你有真要为他做功德的话 他一定不会堕入地狱 恶鬼出身 因为地藏经里都讲得很清楚 一佛名 一菩萨名 一超度 一念佛 你绝对不做三恶道 所以我觉得你的家属 可能应该是来生已经投胎了 在其他的世界 在其他的国家 但是呢 因为你做功德 他们将来会遇到佛法 假如你的爸爸跟姐姐 一生做过很多善事的话 他也可能生到天上去 也会继续修行 因为天上有弥勒菩萨 会度他 所以 那我们讲超度排位是什么呢 是在他49天之内 那49天之后呢 他有没有得到利益呢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 也回答 有 假如你的家人 已经生到天上 因为你的跟他是血缘关系 孝心跟亲属的关系 你会 他也会得到功德 那有人很多人会很执着说 师父地藏经里面讲 做功德 生者得六分啊 对不对 亡者得一分 听好 不要那么执着 六比一 那是比率说 意思说 做功德要趁年轻你自己得到 六比一 那你当的 你的亲属也会得到 但是一定是不是一呢 不一定 看你的心量 假如你做功德的时候 能够按照这次讲座 我教你的观想 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功德的话 那你家人得到功德 也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功德在你的心 而不一定在你的钱 那你说 你要继续做下去吗 你自己决定 你要做 也可以 不做的 也可以 没人会惩罚你 佛菩萨不会惩罚你 那你说 怎么知道 他往生极乐世界呢 假如以前面的讲经 四十八大愿的话 那他有神通 他也知道你的愿望 那我建议你一个方法 你可以拜祖先 拜你的爸爸跟姐姐点香 你说我很想念你 我也为你做功德 假如你真的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请你来梦中托梦 告诉我一下 那他会满你的愿 梦 是凡夫跟其他圣人 或六道轮回 交 沟通的一个媒介 像桥梁一样 梦 可以满你的愿 梦虽然是虚妄的 但是你真诚地求 假如他跟你讲说 我真的往生极乐世界 那就恭喜你 假如你没有做这个梦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去极乐世界 所以就回到到这里 再回到一个问题好了 师父有一次 我看了净土圣前路以后 就观想佛所说的 旨在古代视线皆引 那现代的人呢 不知道 因为没有听过 所以我就把这件事忘了 有一天 我隔着一条马路的邻居 往生了 有位连友来结缘 带大家送阿弥陀经 第二天早上要出殡的时候 很奇怪的 我在楼上往下看 突然看到了一尊 透明像玻璃一样的佛像 来接他 有两层楼高 是坐着 我看着 王者向他顶礼 后然就不见了 请问 师父 阿弥陀佛来接引他 为什么是坐着的而是透明的 会不会是要是佛来接他呢 还是因为品味的不同 我因为没有看过 有没有经历过的经验 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还付诸说 是不是阿弥陀佛知道 我对他有怀疑 所以故意给我看一看 最好的方法 你问阿弥陀佛 大概今天是礼拜天吧 都很报效 对不对 好 我还是回答 以我所知道的经论 来回答你 答案是恭喜你 你看到的佛像是真的 所谓真的就是真实发生 真实存在 真的并不是说 他像硬邦邦的这样子 都是空性的 你看到的经验是真的 是真正发生 你很有善根 阿弥陀佛来接引他 刚才有讲过 有站着也有坐着 站着代表大悲心显现 然后主动帮助别人 坐着代表如如不动 所以你看到了 阿弥陀佛像两层楼这么高 是透明的像玻璃的 所以你们终于相信我 我教你们的观要彩虹 透明一般吧 所以我看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蛮感动的 你很有善根 那会不会是药师佛来接他 答案不会 因为他们是念阿弥陀经 然后出病又念阿弥陀佛 除非这个往生的这个莲友 自己以前生前发愿过去 要去药师佛佛国土 那依你这个例子来讲 是不是的 那你说 师父请问 是不是阿弥陀佛知道 我有疑惑呢 让我看一看呢 也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不要这样想 有两个原因 第一阿弥陀佛因为你多生多节的善根 所以这时候他知道 一个人往生了 你的姻缘刚好在隔壁 你楼上看到 也不是全新加坡人都这样站着看嘛 对不对 那刚好那时候姻缘你看到 所以阿弥陀佛刚来讲 西方极乐世界都有五种神通的 所以阿弥陀佛知道得度的姻缘 的确他度了那个人 所以你看到那个王者 拜阿弥陀佛 我告诉你 那个人真的往生极乐世界 过一两天我还在讲一个故事 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 他的妈妈往生 也是跟这个情况 很多人看到他 看到一个万丈光芒的阿弥陀佛 然后他顶礼家里的佛堂 然后拜佛 然后就跟着佛走 这是真的 这是真正发生的 而存在的 那所以我会觉得 第一个是阿弥陀佛也知道 你有善根来得度 那会不会说你是有疑惑呢 我想没有成佛们 多多少少都有疑惑 所以恭喜你 你这个经验是好的 但是我还要提醒你 不要执着 这位男居士 不要说 哎呀你看星红法师讲 我看过阿弥陀佛了 那能不能往生还不一定啊 对不对 知道吗 不要太骄傲 也不要炫耀 这个问题问了以后 以后就不要再谈 我是以回佛法的问题来回答你 所以知道佛显现代表什么 弥陀的愿力不是假的 而看到佛是透明的 两层楼那么高 代表佛是由你的心而显现的 佛不是硬邦邦的 真是像彩明 彩虹是透明一般 没有实体 最后因为佛的愿力来加持你 所以你对阿弥陀佛一定有缘 所以更应该好好精进 将来也希望你跟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发愿去西方极乐净土 这个才是这个梦 不是这个经验 对你看到才会产生有正面的意义 谢谢阿弥陀佛的加持 宽祭堂念佛社都已经是大圆满 也大爆满了 快坐不下了 请包含场地真的很有限 那感谢阿弥陀佛加持 所以我也说得很欢喜 各位也听得很欢喜 因为听得太欢喜了 所以讲不完了 其实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大院 七天是不可能讲完的 所以我贞得的大会 所有干部跟Community Member的主席 大家的慈悲同意 所以他们愿意在4月16号到22号 继续Part 2 我会继续讲 把它讲完 讲完呢 我还会希望把48大院讲完之后 我会讲一切皆是阿弥陀佛 变化所作那篇文章 我还会讲三倍往生 往生正音第24 跟三倍往生正音第25 还会呢再回来 最后好像有很多要讲啊 最后呢讲义第12页 请看一下12页